自小客车整辆打横翻覆在国道边坡 侧翻卡在水垢内 挡风玻璃碎裂 车头扭曲变形 车内物品散落一地 一度受困车内的驾驶遭救出后 蹲在闸道口 眼见爱车已经撞毁 低着头用手不断锤打水泥护栏 驾驶情绪激动 不但蹲着喉叫还握拳锤墙 最后怒打护栏 国以北上41.2公里的这起翻车事故 就发生在23号凌晨12点40分 下雨天路滑就对了 所以都没受伤 流星驾驶当时从桃源北上 准备下林口闸道 没想到却在闸道中央的Y字护栏撞了上来 擦撞到一旁的轿车后 连人带车翻落国道边坡 疑似因为天雨路滑 在闸道口自撞护栏后酿撞 现场方撞水桶也遭撞破 警方出动脱掉机具 将翻落轿车给拖了上来 车客零件玻璃碎片 一个接着一个掉落 驾驶在一旁望向爱车 始终满是懊悔 因为这下不但爱车没了 后头还有赔偿问题 记者您是刚刘世伟 梅凯婷 新北市采访报道